在襄阳,一个不知名的小乡 有一位80岁老婆包的清汤,特别受欢迎 看,现在是晚上接近8点左右,开始排队了 就是这个没有名字的一个小乡 好多人在排队 只为吃到一碗清汤 就是这样一个清汤,好多人在排队 他们家的清汤有多受欢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点黑,就这样吃,很多人排队 屋里面也做满了,都是来吃清汤的 三个家的清汤好多欢迎啊 原来是我们老爷都在河南,老爷都在河南 他们走,来这儿交给了我老婆 都是接着一代穿一代,儿子都五代了 那就生子这一代都六代了 那没了办法啊 就是这个条子啊,传承了六代人 上面是时间的沉淀,岁月的味道啊 在顺手中,都是前讲到头的顺手中 一点啥都不放,光放点盐 料呢,都在胡椒啊 原来我们味精都不用 都现在一些年轻人们都吃习惯了 他要吃,我们都带点味精 我们这个清汤呢,主要的都吃主油跟胡椒 主油跟胡椒 嗯,我们这里边都是盐,一点酱油 原来他老爹在的时候 都跟我们说说,他儿子,生子,接着 我们从来不换人 这都有,首先都讲好了的 这个在醋啊,酱油啊,肉啊,要有啥事 那就各夫妻子 嗯,我们从来不耐用东西 你是经常到这里来吃吗 你以前就在这里住 哦,以前就在这里住 他们家的清汤,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反正还有东西,好吃 啊,好吃 好吃 就是好吃 就是要那个味 要一碗味道 小汤 好 好 为什么这么多人西班清汤 啊,关键都这个,全是收工的 全是收工的 嗯,他都好吃些 他处一些 他处一些 走生一样都要有量性 不管是大小生一样都要有量性 不管是大小生一样都用量性 都是磨人,辛苦走了快活吃,对吧 对吧 那你不磨你咋得 哈哈,有幸福呢,是吧 对对对 嗯,我都是这样,我不怕磨 如果这个身体继续可以的话 你准备做到多少岁 对 哇 我只要磨得了 走得了 我倒清汤还是可以的 哦,只要冻了感觉 就一直坐下去 对对 传承了这个六代人的这个清汤上来了 我给看一下 一口下去啊 这个胡椒味非常的浓郁啊 这个汤的话也比较鲜 因为汤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是猪油 它这个主要的鲜味就来自于这个猪油 然后上面撒着葱花,有一种葱香味 这个肉啊非常的新鲜啊 纯瘦肉 这个不管是做这个早餐呢还是做宵夜啊 应该都是不错的 非常不错的选择 大概一天要卖多少碗呢 一天卖千八碗 一天卖千八碗 这工作量还是很大 这工作量还是很大 哪个话呀 哈哈哈哈 要吃饭了是吧 嗯 哈哈哈哈 嗯 嗯